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岸里面的拉丁区里面 我们在这些巷弄里面 然后可能走到一个公园 然后我们站在公园里面 享受下午的气氛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会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价值 用不同的观点来思考 博物馆在城市的这件事情上面 台中其实作为一个 非常吸引大家 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个城市 其实它有提供非常多样的风格 其中如果要我去形容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自在的城市 非常的多元 然后也非常的包容 不同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 去发展自己 去想象自己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生活 从这个空间的层面上面来看的话 原来的这个旧城里面 从这个旧州厅 火车站 台中公园 这个柳川 绿川 它其实呈现了很多这些人文的风貌在里面 那如果我们把空间拉到这个台中市的山区 有这个宁悦文化园区 然后八仙山铁到客家的这些聚落 这些旧山县 或者是产业文化所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这些都市里面的资产 然后再把它拉到这个海边 临海的这些铁道的这些旧的这些车站 跟车站的这些周边的这些环境 然后我们可以去想象 以前的这个大渡山王国 或者是它留下的一些遗址等等的 那更不用说因为这个海边的这些妈祖文化 所留下来很多的城镇的一些环境活动 那非常的这个风貌 囤区这边来讲的话 你看像这个雾峰这边有宁家古厕 光复新春 阿兆物文化园区到大理议等等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同的这些空间 然后加上它的社会 加上它的这些文化以及环境 然后交织出很多不同的这些多元 而且丰富的这些环境 那处处都是我们这个长年的博物馆 然后处处都是值得我们去走读 然后去体验这个地方的风土文化人情 年轻人怎么在这个地方安生立命 怎么在这个地方去发展自我 那怎么在这个地方参与它未来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个是博物馆的城市 是在台中作为一个思考的基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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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